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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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已经来到 你看到我的节目 这次的节目 已经来到礼拜一了 1月10号 所以今天要做什么动作 今天要观察重点 因为我今天录影是周五的时候 上上首先同学们看到 周五的大半生呈现是个下跌 再次的下跌 再次的下跌之后 这个地方当然 这个地方严格说 为什么大盘这次会跌 跌得比较 比较好像看起来很可怕 空方气氛相容 我现在这是错了 这是一个机会的开始 因为这次跟美股本身 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认为是因为要升息 升息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疫情 的确这地方又开始干扰到 我们的生活 尤其台湾这次 但是大家在看 一天到底有增加几个蓝益人数 所以这波行情 你要去注意到疫情的干扰 你更要买霸王 那当然疫情的干扰 很多股票 目前一定什么 比较不会动 但是你可以弯腰减钻石 该涨还是要涨 因为你看看这个大盘 每一次从8523去年开始 都是在元月初左右 呈现一个下跌 当然这个8523是三月份 才出现一个低档区 对不对 但是就是大家非常恐慌之下 反而他呈现出来之后 大涨这么多 持续涨到几年 而且每一年的年初 尤其是元月开始 一定是让投资朋友 不只有红包在 吃香喝辣的 很少会有任何的下跌 除了去年109年的时候 难得到三月份 跌太深之后 暴富性的反弹 涨得很可怕 在延哥这已经涨了什么 涨了1万点 已经涨了1万点了 两年涨1万年去哪里 你何年 你什么时候看到 台湾有这种行情 好这样结束 去年也是一样 疫情每次到1月份 都特别什么 特别很可怕 大家都会干扰 去年的干扰也是在1月份 还是大涨 持续涨 涨了一波段 涨到18034 7月15号 又开始回来做生意 到10月5号 1616开始又涨回去 好现在又碰到现在1月份 所以这行情你怎么看 这惯性嘛 都是发生的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这行情是跌假的 看你知道 何况这个地方我也告诉你 你要注意两样东西 一个台币的升值 因为多头 你确定一个方向 多头就是多头 多头的话 你就是回撤找支撑 那强力支撑在哪里 所以严格说 今天大盘就算跌到 周五跌到18134 18134 他连18000都没跌破 这很强 亲爱同志朋友 你要看清楚 这是19 1988 199 17988 对不起 17988 这是1798 小写个7 17986 这是两个大支撑在这边 把你挺住了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以大盘来说 跌到这边 破与不破 这个强力支撑 因为它是多头 多头是破与不破 只要回到强力支撑 你一定要站在买方 何况这个地方 台币的升值 到现在台币的升值 都持续 还是维持在27.6块 所以外资这一波 这一波 我们现在简单说 也很怕 快买 现在严格说 外资这一波 有点落后 落后 投信法人 因为他在休息的时候 他也不敢 他买的不多 他的额后 这一段时间 外资持续的 都不敢不买 到进来 投资朋友当然 在进来这一波行情 是除了投信法人之后 外资买的比较少 所以他一定会刻意的 什么 在这个地方 要稍微降低一下 成本去 包括一定要把一些 打压一下之前 封关前的时候 有些人上车 这个地方 开始不怕 趕快逼你出场 逼你出场 逼你出场 他就弯腰减钻石 这行情跟去年一样 都是没完没了 疫情只要越严重 他越没完没了 的确 那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 你就要看一档股票 毛宝 今天 昨天周五又涨停板 那礼拜一会不会涨停板 如果他涨停板的时候 你就尽量要去低阶 今年会大成长 包括什么 低位阶的股票 我已经给你介绍过好几档 你要好好去从 包括你要注意 油田也是算是低位阶股票 刚刚冒出头来的 这个是什么 光学检测设备 这是检测设备的 还有一档叫做木德 今天是打到跌停板 周五的时候打到跌停板 所以都要特别持续去观察它 所以接着你要注意 毛宝会不会不小心 持续在创波段 甚至要超越去年的高点 那这样代表什么 疫情越严重 你更要买霸王花 那在疫情的严重之下 你就要什么 要特别的选股要非常重要 就只能买霸王花 但是严格说毛宝我没有买 但是我只告诉你 连毛宝这种股票都可以这样 已经变什么 要开始准备要创波段新高 去年是五十几块 但是要严格说 今年的前三季 就算今年一整年 它也赚没赢去年 你自己看这种数字 这种数字0.38 去年一整年 还差不多快赚一块钱 今年开始衰退 会不会在第四季 大幅度的暴涨 这个地方 我看机会很少 但是这种股票都赶涨 代表什么 就很简单 疫情的影响 跟美股根本没什么关系 很多人说看美股 美股肯定这两天就止跌了 但是美股这一次的Omicron 最严重的国家是它 所以当然这个地方 它都敢止跌 那台湾干什么 但是你不用跟他客气嘛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 严格说才盘面上 难道疫情越严重之下 没有疫情概念股可以做选择 很多人都去搞什么生计 各方 我跟你讲真的错了 虽然你就只要买毛宝就可以了 我只跟你讲说毛宝这种相关系 它都敢什么 敢涨停板 对不对 你把它当作观察指标 你要买什么 虽然我今天已经把标准打给大家了 我们的辣椒持续本周就好了 涨了48% 昨天还涨停板 今天就是礼拜是涨停板 今天又涨停板 这档股票当然也是所谓的 疫情概念股 NFT商机无限大 你势必一定 一定要买的股票 而且也不是现在买 告诉你的 我现在在12月30号 封关前就告诉你 跌的时候记得要买 所以严格说它跟疫情有没有关系 也有关系 宅经济概念股 但最重要是该涨还是要涨 因为它刚好双题材 又是疫情的干扰 又是因为NFT的商机无限大 当然这一发不可奢侈 真的说抢NFT商机 但是你不要乱买 游戏股不是每档党党 都会像辣椒一样 我凭良心讲 这一次很多人问我 老师我买雨菌好不好 实在严格说我没有买雨菌 我这次没有选雨菌 他不好赚钱 有没有喜欢网融 这都是我在三年五年前的代表作之一 我都不买 这次不再涨这个 这次在涨真正的概念 Oh my god Oh my god第二就是辣椒 那有没有辣椒第二 有 我准备好一档股票 好 给大家什么 先补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 我已经跟你讲说行情的重点 你要去观 从这个方面去观察出来 你没有理清楚 那有大盘一直跌 为什么一直跌 疫情的关系 疫情总会有一天会结束 所以你要观察什么时候疫情结束 赶快进去弯腰减钻石 买那个对的股票 低机器的股票 就等到毛宝跌停板的时候 这样对不对 那如果不小心毛宝还一直涨停板 礼拜一周一还在涨停板 你这地方特别要观察 那代表这种股票也回不去 因为现在这个股票 我那时买的时候 包括我们的投资朋友 都特别跟大家分享 在中天的时候好股爆爆 这只是好股爆爆 这种股票赚了前三季 结果有人跟我看衰 前三季都是业外的 本业没赚多少钱 那我请问本业的毛宝没有赚多少钱 最少他就是扎扎实四块四毛四 前三季啊 对不对 那这种股票 我讲完之后我们跌回来 绝对有跌 还跌到55块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进场 不小心 爆章媒体情意相挺 也是一篇报告 这没有大公司告诉你 这个地方有推三款 所以这个都知道的不是 像2022年推三款新游戏 去年2021年他就有报过了 不是现在 是因为太怕了 那涨的时候 他跟你报告跌的时候 就没人跟你讲 等他涨停板的时候 就告诉你 这题材是冷犯热潮 但是你要敢买啊 你说老师55块不好买 58块总该买得到吧 你去看时间 如果买不到你来找我 我付法律责任 究竟50分 一定买得到 而且这种股票是5分钟分盘交易 总该买不到 55块开盘的 58块很好买 55块我不敢跟你讲 一定买得到 你这样了解 而且这种股票 你不能用市价买进 就是挂个定价就对了 一定给你买得到的 而且搞不小心来 你挂高一点 还买到最低点 好 这种股票之后 到1月3号 我还是告诉你 送个小红包 持续要送你 再一个红包 一样是辣椒 还是辣椒 1月3号 因为你不敢买 因为要 因为会不会追高 结果告诉我们会员 上看70块 这个我也在电视上 有跟大家报告过 70块以上 现在你要去哪里买70块 上完70块以上 我还特别关心大家 我说这70块 涨停满那天 叫你先不用追 有没有再跌回来 1月6号有没有再来 有没有再来 我说你先不用追 告诉你什么 还会小震荡一下 持续涨停再涨停 今天 当然今天疫情太严重 周五太严重 所以他直接就 开高走高涨停满 你说老师你 你这还有再 我不敢 你的钱这么可贵 现在还有很多 比他更便宜的股票 那可以买 干嘛买他 对不对 我只告诉你 这就是我给你的东西 跟别的什么不一样 都是弯腰剪钻石 所以大盘跌 我真的说 我真的听你很高兴 因为你才有便宜货可欠 不是之前被外资 一口气买上来 我刚才投信法买上来 金金涨 金金涨 都没有量金金涨的格局 你现在难得跌下 你才有机会 把你的成本降 就是所谓的 第二次回撤的黄金买点 所以今天很多人 进来参加我们会 说老师那你大交易没叫我买 今天不叫我买 那70块 那天的时候我刚参加 已经涨停板了 连续飙得很快 补给你啊 这怕你不敢买而已 原月7号就补这张 而且市价买进 看清楚 你说哈 老师他就辣椒第二 严格说就是 原月7号的辣椒第二 就是宅配通 我昨天是不是邀请你 我说你要买辣椒第二 务必来找我 辣椒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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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到83.7 每一张5块 5块 10张5万 100张50万 这不是 这不是 就是你要买对的股价 这就跟疫情都有关系啊 你说老师你不是说货柜 他跟货柜三成有什么关系 货柜三成不能买 我跟你讲真的 他筹码 他这个是未来不管有没有疫情 这种成长性 都相当的高 宅配通啊 就是另外一个 一个电商产业的开始 你就买对的就对了嘛 而且这种股价 我不是今天跟你讲 5月17号 还记得去年5月时效 这张股票才多少钱 这些股票才多少 不到 大盘151559的时候 他在这边 这么低 涨到150几块 涨到三倍多 这50块左右 全收了就对了 这边涨到这边的时候 多少很爱 我说不用急 一定会让你买 有机会让你买 我跟我讲说这种股票 我电视台公开跟你 大家报告过 我认为就很简单 这种股票 你就是来到这个地方 以下给它全收了 因为它这个地方 就在做一个很大幅度的 中断的整理 所以不要怕跌 股票跌 应该的 它涨了三倍多 它不应该跌个一倍回来 所以言个说 这次还跌到哪里 跌到64.5 68块 打了两只脚 两只脚 两只脚 就像大阪那高点 那支撑有两只脚 所以怎么可能跌破一万八 破于不破一万八 你就买对股就对了 所以这是当然的 宅配通 我虽然没嫌你买这边 没嫌你买这边 因为你等不住 10月15号等的时候 你也很紧张 11月26号 68块已经底部越跌越高 你真的会买 我哪有可怜 你怕都怕死了 大家在长的时候 他都特别没长 那时你心目中只有什么 我那时告诉你什么 建达元宇宙概念股 对不对 好现在同样的 宅配通 是不是 今天 1月7号 我们会员买在哪里 普通 包括特别会 因为我们这次参加普通会员比较多 所以我特别一定要照顾一下 我们的普通会员 特别会员 因为大家都说 老师没有 那个都没赚钱 然后参加普通先开始 没关系 都可以一起买 加减送 特别跟普通一起买 就是帮普通会员 还是一样可以买得到 不是说只有特别会员 我就全部 因为他量很大 瘦够不够 一直涨一天够不够 这个时间在9点半 你自己看 除非你不听话 你不够私家买进 我也没 我不会叫你买涨停板 因为我知道他会 会这样比较上去 10点钟就涨停板了 所以疫情严重 难道就没股票会大涨了 多的是 是你会不会 你有没有一种真的 不要跟着市场上你的淫浴云 大盘你要心中就只有一把尺 股票跌是应该的 因为疫情这么严峻之下 当然很多股票会打回来 何况这次外资买这么多之下 投信法买这么多之下 你要很感谢 难得外资这一次要进场 要先给你回马枪 你要快快掌握 这一次Omicron的干扰之下 我认为他不是很严重 快快的做进场 一定会控制住 等下他真的控制住的时候 你要追高 等下控制这些股票的话 就是普普 但是当这个地方在升温的时候 你没有辣椒 我也不会叫你买毛宝 连毛宝都可以创历史新高 期待要创历史新高 也恭喜你手上有毛宝的 我觉得他机会相当的大 那这张股票难道 如果他创新高在哪里 他这150几块跌下来 而且真的 真的他这家宅配头 你自己看他获利 他今年真的获利很好 今年整年度 已经超越去年大幅度成长 最少有三成以上 第三季都已经跟去年 全年都已经赚差不多了 对不对 而且现在疫情又高飞了 你觉得该怎么样 没有疫情他都跌不下去 何况有疫情 好了 那这张股票就是 就是给我们会员告诉你说 一个定心碗 你买就是来赚钱的 好 那这个 接下来你说辣椒 辣椒老师那还有没有辣椒 那种股票 今天已经摘被动一档了 还有一档 我已经锁定好 但是这档股票的话 所以告诉你说 你要注意毛宝就可以了 毛宝有涨停板 持续涨不停的话 你要快快来买什么 疫情概念股 疫情概念股 不是那什么生计做药什么高端什么 那个都不会涨 我跟你讲 那涨都涨一点点而已 你要买这档 我跟你讲真的 这张股票才是真正你可以依赖 而且别人不敢买 你更要大胆的弯腰减算式 这叫做1月10号的辣椒店 你看外资都在买 外资很久都没买 这次刚刚冒出头 又还持续在买 那不是跟辣椒一样 辣椒之前谁买走的 就是外资买走的 过年前谁来买一直在买 我一直好心告诉你 你就跟着外资反而来走 你不会吃开 那当然外资有谁会骗 他卖下来之后 故意骗他帮你压 因为他买不够多 就会跟你压低吃货 所以你这个地方 要有人好好的跟你做规划 好你自己考虑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你还在茫茫大海里面 股市里面很辛苦很痛苦 我希望你先加入一下 我们Lite 这个地方 这都是免费 TG 这个地方你都可以加入 这个地方有什么事情 我会跟你好好的做一个 一个帮你做一个好好的 就是帮你规划一下 man price有什么问题 你就丢给我 这个地方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要买股票 像今天买到窄配通 周五不是现买 炫赚掌听办 不是掌 掌听办 掌听办 好像就怂了 现在真的说 你就是爱买掌听办 你就爱买到股票可以掌听办 我们讲真的 这种感觉那种人 就虎虎身锋 不一样 就不用去 就不用哀怨说 我手上股票还在跌 你跌有什么关系 疫情这么严重 难免跌 我还要再叫你再买 但是这个地方的确 你会很难过 那先买什么 先买先赚 再买再送 宅配通涨提办 就OK了 就不用羡慕辣椒 因为辣椒你也跟不上 油田你也跟不上 油田你也涨不50% 今天电子股很多 油田都还是 持续还撞破产新高 周五的时候 所以有什么好怕的吗 好好的加入我们的阵容 也欢迎大家 赶快把订阅拨通 跟上我们今天 今天准备给你的 一个红包股 好不好 自行做的保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积效辉煌 民国76年成立 专业 诚信 正派经营 理财致富唯一信赖 亚洲投顾 0800 370 888 亚洲投顾 祝您虎年发大财 0800 370 888 222 虎虎身丰 第二回我们第二个单元 所以今年实际上 我真的跟你讲的大菜 现在这个都是小菜 辣椒什么的小菜 大盘在不好的情况之下 回挡做整理的时候 就有逆四股爆出来 等于它是走逆四盘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大盘是大多头 所以你不要怕它跌 很多大盘跌的时候 还是很多股票会涨停满 涨不停的 大盘在大涨的时候 你买对大盘真正那种 主攻部队再涨 台积电的周边 半导体设备各方面 这一次是设备 这一次设备 去年我曾经跟你讲过 一档股票叫金鸿 应该开始跌停板了 涨多一定会跌 去年涨幅第一名是金鸿 真的啊 我也跟你选过这档股票 可是这档股票 现在时间到的时候 它就高位阶 不是低基期 所以你要尽量避开一些 高位阶的股票 买反而回到低基期的股票 多的是 就如同像金鸿在 一百块五十几块的位置 有没有 当然是有 严格说现在进来的 电子股没再涨股票 是因为去年都涨很高的 涨很多的 涨一波段了 包括连货柜山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涨了太多 涨太多之后 就很难涨 就很难涨 所以接着 为什么油田那么轻轻松 就涨上去 因为都没涨到 都没涨到 然后就算今天再怎么跌 最多跌破一百块 马上要涨回去了 这地方也特别关心一下 这张股票 第一个 你要观察九十三块 到九十七块 这个地方 如果都手稳这个区块 九十三到九十七 这种股票 不要去预期它的高点 但是第一个这种股票 涨幅 短线已经涨了五成 等于说 我不是想说 真的我跟你的报 就涨了三成 还有五成 还有一倍 那这一档股票 它启动点就在这个地方 73块 73块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50% 本坡的启动点是73块 如果以年限来说的话 哇 那更美 那时你不敢买而已 只要时间给它等待 56块左右 56块左右 所以回过来 所以今年的 它也是 它是光学检测的 对不对 都是光学检测的AOI 设备的 那所以大力光 今天难得又跌回去2500了 那代表什么意思 不是跟你讲 大力光跌破2500代表什么意思 它12号公司就要 现金股要配息 好好自行把握机会 那你如果嫌它太贵的话 我觉得有点道理 因为毕竟投资朋友 你2000块大力光 你还是嫌它太贵 但是没有关系 它有一档股票 它也是光学跟它什么 就是3563 你更不能去看坏它 我告诉你 它今天跌停板 那是假的 但你这张股票要耐心 因为它毕竟 这是在回到年限 的确股票回到年限的时候 你要往后看一至三个月 如果你没这个耐心 千万不要去操作它 你了解我意思吗 我们要该大赚要大赚 该你要守株待出 要从低档做进场 你就做这样 如果你要现买现赚 你不用去羡慕杂配通 你更不要去羡慕辣椒 因为这些股票 曾经都有告诉过你 是因为你不小心 你太怕他 太怕我们的凤凰 我们的团队 你不敢没有来找我 但是现在如果 把那个 把那个 赚钱的 那个氛围 已经想跟上的话 这些股票都已经 呈现给你了 那大盘有跌 当然更有好机会 我带你买的就是 一月十二 就是辣椒第二 你应该知道这张股票 低价位股 便宜又好赚 好好自行做个把握 那当然 请你加入我们的阵容 一路发就对了 新村168 给你一路发的一个方案 那这个地方 也欢迎加我们的light 好好的把握 这个地方 这边有什么问题 可以放在里面 所以我直接会一对一 帮你做个服务 祝福大家操作 所以下礼拜一见 嗯 那对 嗯 对 哦 不 不